您现在来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 大家好 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6月26号礼拜三 好 等一下 我们先赶快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大盘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录影的时候 仍旧在盘中 早上大涨了198点 对吧 大家都认为说 那妥当了 好 现在只剩下27点 是怎么了吗 其实昨天我们看到台积电在涨 但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是反弹 然后昨天的外资是站在卖方 投信小买 昨天反弹其实又不是外资买的 所以今天是不是法人部分 还有在做一些调节 但是也不重要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昨天你看到台积电ADR的反弹 还有昨天辉达的股价也是往上涨 所以感觉今天的气势应该会不错 那果然没有错 早上开盘的时候我们是开高往上走 然后开始到了后段的时候 开始往下拉回 大家有没有想说等一下会不会翻黑 我现在跟你讲 我们现在刚录影 对吧 我们时间大约有将近快30分钟 所以这个30分钟变化到底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重点是昨天很多人大家短线在参与 今天一定有很多短线在参与的人 那么什么叫短线参与的人 我只要做短 并没有要长报 那么找最有题材的进去 那么你现在看到会亮灯涨停锁起来都跟筹码有关系 很多都是中小型股 它会亮灯 它可以锁 有些股票呢 如果里面有法人的身影的话呢 它不一定能锁 我先跟大家讲它还不一定能锁 因为法人会站在调节方嘛 好那你去看 法人不是买进呢 就是卖出嘛 就很简单 两个方向而已啊 好那今天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上涨21点 20点而已了 那我们来看 盘面上还是有涨停板的股票啊 CPU 矽光子的股票 联军 永威投控 永威投控你就要去看谁了 升威能源了嘛 升威能源今天是不是有亮灯 对哦 那永威投控也亮了嘛 好了 君豪 台积电门吗 是吧 这上次跟大家讲的报告的君豪 果然又在创高 来这一个上影线又过去了 大家请看哦 这个创高之后呢 来到75块4 过去了 压回来 立刻弹上来 跳空弹上来直接过了 哇哦 那 这样子还能锁哦 那请问锁了以后 如果不开的话 明天还会不会有高点 这是G2C大联盟的 对吧 我也跟大家讲了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所跟大家报告 我说 那那奇怪了 冤枉啊 什么叫冤枉 智胜呢 智胜下半年看起来是很不错啊 而且他因为是切进了转型 切进了所谓的半导体的设备 所以他的毛利率都拉到40%以上啦 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那不就是冤枉吗 什么叫冤枉 你看 前方高点在这他还没过 也拉回来休息整理整理 然后呢今天 砰亮灯涨停 哎哟恭喜大家 为什么我要讲哦 是说台积电不一定能够持续的往上挺进 因为他里面筹码会比较乱 那碰到法人调节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台积电门呢 对吧 台积电门相当不错哦 所以看起来如果大盘在震荡绝对是全指股在震荡 如果全指股震荡指数震荡 那么中小型股只要筹码稳定 他很有机会继续表现是吧 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锁呢 到底要锁大型的股票还是锁中小型的股票 应该锁中小型的机优股票来得更优 为什么你买大型股票简单来讲 台积电现在大部分参与的人会是什么 台湾投资人除了大户之外就是散户的零股投资人 零股哦 礼拜一 台积电大跌打下来参与的是零股 那零股我可能没有办法买一张台积电 不然我买个几股台积电如何 好买个五股新庄泰山买五股台积电 好吧我进去买零股 哦那对台积电信心很好哦 那你台积电的话礼拜一啊 台积电礼拜一长这样啊 各位礼拜一 台积电的礼拜一 今天礼拜二 今天礼拜三 对吧 好那各位 来了你看啊 这边呈现是亮缩对吧 亮缩 好我们希望它能够价稳 好不好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今天最好不要翻黑 因为为什么这样子看呢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指数 早上开出来之后呢 你有沒有发现 这边已经变黑黑了 然后呢 这边有拉一个上影线在这边 对吧 好 怎么办 那不重要 我先讲 选对股票很重要 等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股票会这样子 就涨情就突然打开 看到一档 刚才在讲永威投控 是不是 好像有开的迹象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位阶 上来了 到这里 又这边就突破了 这边有大量 这边量是三万多张 好今天量补上来了 做突破 24.6亿的 那么最主要的 应该是控股嘛 所以看起来呢 深微能源 有人问 队长 深微能源 看整个消息面都不错 对吧 所以它是不是有机会去挑战 这边叫做164.5 请大家看看 今天的涨停板 叫做162.5 虽然它现在涨停没有锁 对吧 就开开关关 但是这个量放上来了 大家请看这个量 因为它通过哪里 再通过这边的161这个位置 有没有 好 通过带着量能去做换手 那这股本是21.6亿 股本不是很大 但是今年什么机会呢 我先告诉大家 所谓的这些 所谓的任劣的收入 会在下半年 所以评估起来呢 今年的深微能源 大概的每股获利 大概是4块多 但是到了明年的话 它大概会到6块多 如果用中长线的角度 如果用绿电的角度 如果你去看整个的 电力的需求的话 那么深微能源这两股票 理论上会没有太大问题 没有太大问题 就是待遇 它的获利会不断的提升 那有什么问题 好像听起来都没有问题 短线上筹码有问题好吧 什么叫筹码有问题 你看之前这种大涨的股票 都是这样 一口气 咔哩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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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涨到高点开始修正 那修正的好长一段时间 足底完成 再慢慢的爬爬爬爬爬上来 那如果今天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不小心去买到这 啤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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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爆到现在 好吧 算我把我资金抽回来好了 那有机会啊 好吧 那這兒呢 他是不是還在等 對 那沒關係 那有量帶上來 有機會換手嗎 換手才有機會過去了 好 電力概念值不值得報 我已經講過好多次 電力概念值得報 憑什麼 我先問了 今天匯達來到台灣 他要不要買綠電 要的 台積電要不要綠電 要的 所有企業都要綠電 所以呢我們的電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生電出來 那麼生電出來 所有企業都要用 我們民生用電也要用 工業用電通通都要用 所以的電呢 越多越好 但是電呢不怕少 就怕不夠 對吧 到處生電 風力也是 太陽能也是 好吧 那各位你想像 想像一下 科技越進步 所要求的 所需求的電量越大 所以 電力 他絕對是中長期的投資 如果過去你曾經投資過華城 你到現在你會笑呵呵 你隨便怎麼賣都好 對吧 但是你報不了這麼久 那 現在可不可以報那些所謂位階比較低的股票 可以的 好 那中間有震盪怎麼辦 你要報股票的人 你不用管震盪啊 除非你是做短線 你說我不報股票 我就做短線 那有震盪對你是好事 因為兩個方向 你總會做對一個方向 你不要每次都做錯方向 我今天放空就被尬好 我今天做多久就打下來 這方向要搞對 好 來 我慢慢來看好了 首先 今天是6月26 好 那6月26是吧 好 看一下 抠訊好了 6月26號 赫 至聖亮燈漲停 恭喜大家 大家自己看 這些抠訊呢 百分之百 千真萬確 後面有假的 等一下我給大家看 假的在哪裡 來 各位請看 6月26號 深微能源亮燈漲停 恭喜大家 來 這都是千真萬確的 來 這假的 經濟週刊 黃宇凡 金週刊 黃宇凡 反正你看到什麼週刊 什麼週刊 通通沒有 通通都沒有 要什麼 給你標股什麼什麼 通通都沒有 反詐騙聲明 注意這是詐騙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有來一個什麼週刊 什麼週刊 什麼週刊 不管 反正我都沒有在任何週刊 也都沒有在任何地方 去 要去送各位什麼什麼東西 通通沒有 用照片 用名字 這都假的 這層出不窮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都已經報案了 但是解決不了 就是解決不了 好不好 有很多名人嗎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人保集團的 這個不是也棄得要死嗎 所有的這些大企業家 都被盜用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個該怎麼解決 交個政府吧 好的 那剛剛跟大家講的 這些千真萬確的抠訊 我也提醒大家 昨天我們還在講至聖 之前我們也跟大家報告至聖 之前在跟大家講均好 我們甚至錄了一集節目 上上禮拜 對吧 上上禮拜的均好 錄了一集節目 那個都是叫什麼 台積電門 對吧 台積電門是吧 他也是台積電門嗎 是啊 他是台積電門 好 那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似乎那個感覺就來了 先講 為什麼叫做感覺就來了 當你今天看到有些股票 他衝鋒衝上去以後 碰到壓力打下來 震盪一下再上去 那你要覺得一件事情就是 還有很多人想買 這沒有問題吧 沒有疑問 因為要買的人 他們現在很踴躍 好不好 那多頭的士氣呢 會促使這股價呢 震盪完畢 持續往上攻 還有人要買 好 還有人要買是吧 那你往下走 你來試試看 來 這個今天的置身是這樣走的 亮燈以後立刻打開 有沒有 哇 鎖起來 鎖起來 再打開 再打開 震盪下來了 又上去了 在那個開 打開關鍵 啷 大家不是覺得奇怪 那是蠻好奇怪的 他每次要經過那種反押區 都是會碰到這種震盪 所以智盛有沒有機會 像我所講的 他會挑戰前高 非常有機會 因為 我們要進入下半年 今天是6月26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結束 我們要準備進入第3季 各位你想一下第三季 先想象一下 请问七月份是什么 有没有很热 有现在不是最热的时候 告诉你现在虽然已经热成这个样子 还不是最后的时候 所以刚才有呼吁大家 请你把电力相关的 能源的相关的都把它留着 你至少要能够报股票撑过这个夏天 我为什么说要这个夏天 冬天我们就不要讲了 但夏天它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一要散热 二要冷却 对吧 三要有电 没有电什么都不要讲 所以电力概念抱着就好 电力概念真的抱着就好 你碰到震荡你都不要太惊 那当然我们从今天这个盘面上看起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中小型股确实很活泼 我要跟大家讲的活泼会在什么地方 你注意看 我今天早上还提了档股票 震荡超大的 但是我觉得它后面会上去 我先找一下 他已经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震一震不知道震去哪里了 他每次都是碰到一个上影线 然后在那边震啊震啊晃啊晃啊晃啊 到底要上不上 雷科 来给大家看一下雷科 那为什么给大家看雷科 请大家注意看 他再怎么震 他再怎么震都很有趣 什么叫很有趣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高档区域突破 对不对创高 然后再创高 他做短线的人大有人在嘛 所以好震荡震荡震荡 好今天要碰到哪里 碰到之前的一些压力区啊 好还在那边震荡 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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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台积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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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我知道跟大家讲庙在哪里 因为这个我曾经讲过 它的转型之路超像万润的 那是我们看过去万润的转型 也是被动元件转半导体 从被动元件转半导体 那这个利润就会拉上来 所以毛利会拉上去 所以看起来在第一季 它丢出来是这个等于是一块钱了 毛利率31%就是上了30%以上 所以它最主要的一个 整个公司的内部里面 它做了一个333法则 这333法则很简单来讲 就是三年内 在三年内创造三种主要的产品 要有30%以上的利润 这个是要确保它能够成长 所以呢看起来呢 应该是朝这个方向进行 就是走半导体领域 车用电子散热跟微电子加工 这些领域里面 那这些都相当不错 2024年设备营收占比 渴望达到65% 本来是做代理嘛 不然我跟大家讲过嘛 是代理嘛 代理德国的产品嘛 所以呢基本上呢 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情况 就是自制 对吧 好吧自制哦 那如果是自制的话 那当然自制的毛利会更高 所以呢会往哪边打 往封测厂打 台积电已经用了他的东西 台积电嘛 台积电 他已经销售了28台 这个是有关于代理的 代理设备 在手订单还有12台 平均的单价都是30万到40万 所以大概代理的设备 大概25%到30% 但是以自制来讲的话 那个毛利就会再拉 看起来下半年机会就很大 所以要不要怕它震荡 不用怕 我跟你讲就不用怕 那就是什么爆就好 所以我讲爆股票 你要懂得内涵 就是内涵说 我现在买的这档股票 我在上半年的过程里面 它是不是比去年来的好 第二件事 它的产品结构 它的毛利是不是够 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月底 要跟大家谈这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7月10号前 就要公告6月份的营收了 那么很快哦 我们下礼拜就开始要陆续公告了 当这公告营收一出来 我们加总了4 5 6月 整个加起来就是第二季 虽然公司还没有出报告给你说 我第二季的我的财务报表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通常称为半年报 因为它加总第一季算 所以好 如果上半年已经取得领先优势的话 即便是我股价创高 可是我下半年更优的情况之下 它股价仍有机会再持续走高 这就是我们看到股市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每到半年的时候 这半年报出来的时候 重新再来检视它股价的位阶 跟你营收获利 好啊 太好了 我想太好是什么 就是 当外资喊出台积电要看到1300块 对吧 1300 有机会吗 我先讲先看1000好吧 我们看到那个法人在提出报告 你说我现在还没有看到1000 所以我不会去提那个1300 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看那个1300 要先看到1000 那回来 好 那我们就回来看 台积电到1000 我们的指数会到哪里呢 各位你看哦 这里在哪里 984块 到了984大家都在看1000 对吧 而且就1300的这个目标价就出来了 对吧 外资出具报告最高1300 好 就拉回了 拉回 各位如果是拉回 所以我们原本以为台积电在十日线位置之后 会不会再真的再去探月线 没有 谈上来 好 谈上来 各位 那麻烦台积电先站上五日线再说 这条线是五日线好不好 这是五日线 站上去再说 如果还没站稳 好那他会在这边震 而且他是亮缩嘛 我们跟大家讲嘛 你看到台积电的亮缩的情况 有没有 他是呈现亮缩 好 当台积电在休息 那些资金都转到哪 都转到中小型股去了 就跑到台积电门身上 所以呢有时候想想很矛盾 好跟大家讲矛盾在哪里 希望台积电涨 对吧 很多人都希望台积电涨 指数看起来大涨多开心啊 别忘了 我再提醒你一次 上个礼拜之前 大家都认为指数大涨 结果呢 开心的人也没有很多 为什么 真的涨到台积电的时候呢 反而很多没有拥有台积电的人呢 他是买那种中小型股的人呢 开心不起来 诶 此数看起来涨很多 但是为什么我的股票好像没涨到 对吧 会不会有种感觉 会 除非你买台积电门 你还买对了标的 那你也没跑 所以在这个此时此刻呢 我们就重新来检视 如果台积电没有如预期 很快就来到了一千块以上 那么他会在那边震荡震荡 但是用中长线的角度 他会来到一千块以上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么台积电门 他们更有机会 更有机会怎么样 不断的创高 这是我现在目前的看法 如果现在来讲说 那我要不要现在来布局呢 我先讲今天礼拜三对吧 礼拜三然后接过来礼拜四礼拜五 好 结束之后要跨入第三季 可不可以布局 可以准备布局了 好七月份有什么题材呢 我们要准备放暑假是吗 然后呢我们七月份有个生计展对吧 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新闻呢 会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呢 这件事情就是 嗯 疫情好像有升温的态势 有吗 好很多人会没感觉 但是你如果在咳嗽 你就会觉得 嗯我会不会是中了 那现在会有非常没有感觉的 就是 你连 你连中了你都 不会有感觉你中了 除非你又咳嗽又发烧 好不好 又咳嗽又发烧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你 是不是现在准备买一些生计的 或甚至防疫概念 买起来放着 那个叫 准备好 好吧 那叫准备好 往往 有人开始发动的时候 你看今天的生计股 他就开始在动 所以各位 事情流向很重要啊 所以很重要啊 那你说AI概念股呢 还能够续强吗 我告诉大家那是没有问题的 中长线的角度你去看 没有问题 好跟大家讲没有问题 但短线会震荡啊 确实是啊 那好 那我现在跟大家说 很多中小型股呢 本来没有量的 他会慢慢就 慢慢慢慢慢慢 量就会开始放上来 本来没有量的 就开始放上来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给大家看这张股票 他本来也没什么量 振华电 你说哦对哦 那是属于工业电脑里面 他之前有做POSE系统的吧 对吧 那后来呢 旗下谁呢 他旗下有一家公司叫瑞船 那么瑞船呢 他跟辉达是长期的合作伙伴 所以啊 这里面故事很多 好了 他就默默的 你知道吗 这下面都是外资 好不好 他就默默的 默默的 又创高了 你说他前面有没有量 没有量 几百张几百张 因为股本7.5亿 但是他默默就走高了 有没有还有那种类似的股票 有 我跟你讲 现在还有那种二位数 曾经三位数 来到二位数 可是今年看起来 他的获利会成长一倍 蛤有这种股票 有耶 也没有量啊 他量还没放啊 你说 你对这些冷门的股票 他可以赚钱的股票 你会有兴趣吗 我不相信你有兴趣啊 好吧那你有兴趣你告诉我说 队长你不要这样讲 我还真有兴趣啊 能赚钱的我都想要 是哦 也是啊 你不要不然再让我回忆一下 当初他也没量啊 他也是不到一百块啊 让我们跟大家报告了 最后涨到一百二三了 对吧 你觉得他前面有量吗 他没有量啊 他也没有量 好吧 前面更没有量 所以各位 很多没有量 体质好的股票 等他放量就是要供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稍微提醒大家 哎呀 对哦 所以 我不知道 因为我还没有讲 这档股票 我觉得 我觉得了 他有机会 从二位数再到三位数 那今年的获利会翻倍 如果你想知道 等一下在我们的line 里面留言 好不好 line里面留言 这个吧上面都有写 你在line里面留言 好不好 耶 那好 我是不是讲了二十几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盘 各位 大盘这样 嗯 还好 好不好 至少在我的录影过程里面 他没有翻过去 意思说 他现在还涨了四十四点 我们刚刚是不是二几点 对吧 一个大盘呢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还没有失控到说 哇我的麦 对不起 等一下 你讲如果今天有在做这个 当日冲销的人 当中的人 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 还可以再准备说 我还要观望一下 等一下才要来出股票啊 怎么样怎么样 等一下 那时间还没到 因为 等下后面时间才会到 但是今天看起来 钟晓晴的 真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再讲一次 真是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 他会有问题的话 刚才就会发生问题了 如果今天亮灯的股票 他在那边开开关关 你也不用太紧张 我再跟你讲不用太紧张 你要看他是什么类型的股票 对吧 刚刚不讲 你看我们刚看到永威 对吧 永威打开 那我们刚刚看到深威 今天早上也是这样子 开开关关 开开关关 到这边 你知道后面排的是 你后面那 后面 哎哟 后面是排2400多张 现在已经32000多张了 因为今天成交量能相当大 所以呢 来想看看他到底是换手呢 还是出货量 大家在那边想一件事情 我在这边看台湾股市 我看到了现在 我看到这礼拜的前面三天的走势 我一个很大的感慨 这个感慨就是说 我们从今年的第二季的开始到现在 第二季要结束了 我们看到很多百花齐放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突然攻上去突然又大震荡 可是很多股票到此时此刻都有创了高点 对吧 都有创了高点 那也就是说震荡它只是当中一个过程 可是大家一定会提到说 那队长那我们在第二季 在第二季这个现在已经走高的情况 难道第三季还有更好的情况出现吗 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难道有更好的情况出现吗 它会出现在哪一些族群 这很重要 所以我刚刚讲了一个延续性 电力概念你不可以忽略的是把它爆到 因为我刚好在走到第三季 刚好是夏天 可能会更热 所以你就把它爆夏天 这个夏季要把它爆住 那爆住 你会产生一个震荡完毕有可能走高的 这种感觉 你就是把它先爆 第二 AI走到下半年 我想 因为第三季的开始是消费电子的旺季 如果消费电子的旺季需求已经拉起来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电子零组件 我再讲一次 电子的零组件的部分 理论上是要回春的 我想理论上是要回春的 因为今年的第三季看起来 消费电子有上来 原因来自于AI的导入 AI导入的AIPC AINB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欧美的圣诞节 感恩节是在第四季 所以第三季大部分的消费型产品都会上来 这是我们过去讲的传统的旺季效应 今年有没有 今年有 今年第三季 就真的叫旺季 所以过去需求不振 需求不振是吗 好 没关系 今年需求来了 那你要怕吗 不要怕 我在跟大家讲真不要怕 所以不要怕 请大家特别留意 像过去那种会涨的那种 我跟你讲 这种就很便宜 这种就是20块钱左右的 什么康纳香 你说如果我很担心 如果疫情真的在升温 那那些过去的防疫概念股 它真的会再跑起来 因为很多都休息很久了 当电子股涨多了 疫情如果真的升温 那你就去布局那些 比较低价区的生计股票 我再讲一次 资金是这样子跑 当它热门题材上来的时候 它就会动 好不好 那就会动 那你就注意一下就好了 我跟你讲 有些买股票是这样 买过去了 它不动 你一生气 我买了就不动 一丢掉它就动 我不相信你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说我买了它就不动 然后就等等等 算算算算 一丢 丢了它立刻动给你看 你说我是这个 我是 而且你的人生还不止这么一次 是吧 好吧 那没关系 我们从头再来 我再跟你说 我刚刚讲过了 明天 未来 有什么方向 有什么强势股 我们有准备 那你想跟 麻烦各位跟 有一档股票是二位数到三位数的 有兴趣的朋友 等一下在line里面留言 我再说一次 你每次看到这种亮灯 你都会觉得说 哎呀亮灯很多亮灯的股票啊 我怎么都没有参与到怎么样 致胜 对不起 我们致胜是在有节目上有讲过了 能源概念我们都讲很久了 君豪也都讲了很久了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跟得上 如果真的不会操作 麻烦各位 QR Code扫一扫 好吧 要跟 赶快来跟 希望你能跟到亮灯的股票 但是你要动作好吗 请在我们的line里面 先写 跟 加上联络电话 带你去亮灯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